那比如说方琼姐 这有什么特点呢 我跟方琼姐接触的不多 原来就录节目什么的 但是你没办法 他说是这么的 他原来说过 说模仿一个人的 主要是 主要是模仿这人的毛病 因为这人要没有 方琼太完美了 对 你学着方哥 你学着方哥 我有什么特点吗 我也属于比较完美 比较完美 对吧 对对 他说呀 跟谁 你得跟谁待三天 像您呀和这个方琼姐 这待不了三天 我一定要跟他一块 对 但是这是一个能力 而且这个现在你看 那个应全在网上发短视频 也找到自己的特点了 好多人管你现在叫 废话文学先生 这个灵感实际上什么 就是网上那有一段时间 网上确实有一些不好的 面对大伙儿答问题 他老是顾左右而言他 有好多人就爱他我这 就让我看这个 我比着那葫芦画这条呢 在一个特定时间内 我觉得大家既是一种消遣 实际上他也是一种讽刺 但有一些呢 他确实让你 就跟大家最经典的 那个废话 《西游记》里边有这么一句 这个唐僧过来 这位老者 这地方过去 本来是比丘国 怎么现在改名叫小儿成了 唐长老 这过去确实是叫比丘国 现在改名叫小儿成了 有这么一段 其实两人啥也没聊 他也没有什么灵感 平时你走大街 没理他 他也跟人说话 他们都知道 来了来了 也没人啊 就空聊 他就这样 对 他自己就聊 他自己就聊 不是我们三个比如在这儿呢 他自己没事就开门 二姐 二姐 好嘞 二姐 就这么玩了 那这个到医院区 鉴定过吗 我现在呢 等于是三期临床 是有点失败 但是呢 坚持还是说 配合注射 加上点电机啊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挺难的 一个喜剧演员 其实跟歌手一样 就是最难的 就是找到自己的风格 所以你现在风格找到了 就是废话 但是痛苦的就是侯震鹏 天天费耳朵